不僅華人在出租單位的時候 都會選擇租給一些所謂的自己人 包括親戚、同鄉、甚至乎是朋友 或者街坊介紹的人 租金金額都會因為是自己人的關係而比較商業 不過有律師表示 房東和租客的關係始終都是商業性質 過份感情用事並不合當 余動基在1998年經過街坊的介紹 認識了一對剛剛由中國來的新移民夫婦 他們希望余動基能夠出租部分地方給他們住 余動基說他是出於一番好意 就將土庫裝修一下然後租給他們 月租大約是500元 大約9年之後 他們先學因為不同的問題而出現意見不合 包括善用屋主的洗衣機 以及租客30歲的兒子和媳婦都來住 有關單位並沒有獲得市政府的許可證 在余動基表示不滿的時候 還成為了租客和他理論的籌碼 他都說我們你們不合法 隨著可以告你 OK 那就要勒我了 余動基決定要拆除這個單位 要賠償接近2萬元給租客 而當年改建單位的裝修費大約是4000元 市政府有關工程許可證大約是1200元 加上律師費750元 計算之下 差不多一半時間是白租 不過余動基表示他最生氣的並不是錢 這隻直成是欣張仇帽 律師說租務法例並不考慮房租的金額 不論房租有多便宜 都不等於房東的權利凌駕於租客之上 很多房東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 其實租給這個房客是很便宜的 他們自己的私人就會覺得 這個房客應該很感激我 就算和你的關係很好 也不是你的朋友 他是你的住客 或者是你的房東 都是要保持這個比較專業的關係在這裏